Hello,大家好,我是莎莎 Yeah 最近呢,有收到一些实信 就是说有几个香港的小朋友也关注了我 我真的是好紧张 为什么我会好紧张呢? 因为小孩子嘛 就是接收信息啊,还有分立场的时候呢 会很容易就是 没办法自己判断哪一些是对的 哪一些是错的 所以万一我一不小心说错话了,就 你这样看着我 有什么开不了口等着你说 你要爱我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90后这一代的 非主流 谁没有那么一段 年轻潇洒的日子 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有一个 小伙伴就实际我,就说他的女儿 想跟我学做短视频 那我就在这里回复了一下 关于这个小朋友做短视频的这个问题 以前嘛,我觉得做短视频也没有什么 但后面呢,我自己做了之后呢 真的是每天看到一些评论呢 有好也有坏 但如果是一个十几岁 就是还在读小学或者中学的小孩子 对,在我眼里都是小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你十几岁 有一些小朋友呢 就是心智不是很成熟的话 如果看到这些恶言恶语的评论呢 会太影响自己的一些学习啊 或者身心健康啊 我觉得在这一点呢 如果是做的不... 就是没办法自己能平衡的话 真的是,别说小孩子 就是连我自己 有时候看到一些评论我 我自己都...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读点书 为什么?做短视频那么赚钱 不赚钱,真的不赚钱 因为俺不是大网红 我做了这几个月 可能只够我交一次半的房租 为什么说在年轻的时候多读点书呢? 第一,你现在的时间充足 而且在学校的时间也多 经历也比我这种小时奈好 因为做了这个短视频呢 经常我一些普通话的发音 还有一些字读错 或者配字幕的话配错 我都是面对着很大的挑战 那个字不是读静 不是读静 是读... 6月份发的视频呢 到现在还是有人不停的 在矫正我的一些发音 还有一些字读不读 再来一遍 还有一些字呢 有没有读错 你这个视频存在 就会一直有人会评论 纠正你的发音 我读书也不多 所以经常也会犯错 不过也谢谢大家的体谅 如果你读书好了 看书多了 你就不会以后你做短视频的话 你就不会面对像我现在这种问题 而且做的比我好一百倍一万倍 好啦 感谢这位香港的小朋友喜欢我 比心比心比心 好啦 这期先聊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拜拜